麻煩各位你進到我們這個快速選取工具裡面 你可以找到這一張 我們現在來看的 怎麼樣把這個 像這個也是一樣 把小朋友抓出來 放進去 都一樣 這兩個都是相同的 那麼如果你要用這一張 我們就來試看看囉 這一張把它丟進來 那你要首先當然是你要先把它選起來 那你覺得用什麼工具會比較好選 這裡面這些工具都 所以你只能大概選一下而已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快速選取沒有關係 那你把筆刷 我們在用快速選取的部分 你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這個 比較實心的內容我就大筆刷就刷下去沒關係 但是邊緣就不要那麼大 對不對 我就先大概把我要的範圍先把它框起來 你就拖曳過去 對了 順便 像這個就太多 這裡 就大概的範圍 你先把 碰一下就好 碰一下 你就在裡面喔 就在裡面往外一點點 你不要塗到那個邊邊上面去了 你塗太多 它就馬上跑出去了 那當我們筆刷越大 就這種快速選取筆刷越大 它影響的範圍會越多 所以你如果一塗出去 它可能馬上就選很大一塊 會選很大一塊 所以呢 你在這邊 大概先把它選 有沒有 那如果 像比較小的地方 你就把筆刷變小一點 有沒有 像我現在這樣筆刷變小一點 變小一點 我就來這邊塗一下 哇 這樣就太多 你可以按Ctrl加E還原 Ctrl加E還原也可以 有沒有 就稍微 盡可能啦 但是你如果點太多 你就還原一下 稍微還原一下 這個太多了 不然就是你把筆刷再變小一點 因為當我筆刷變小的時候 它影響的範圍會變小 會變小 你可以放大一點點 如果有這個 很細的 你就覺得 我一定要 把它選起來的 你可以把它 稍微 有沒有 加一點 加加一點 好 你就 看著旁邊有沒有 按住空白鍵 你看我現在按住空白鍵 我把這個地方 稍微塗一下 稍微塗一下 好太多了 太多你發現它一下就不見 那就先暫時這樣子 像這樣子 你就稍微 檢查一下它的邊緣 覺得說會不會太多 真的太多 真的就沒辦法 稍微把它縮小一點 哇 太多了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搭配你的 其他工具 我們用這樣子 慢慢的再把 加選 你看我把它加強按住shift 有沒有 號索 多一個加號了 你如果說我真的這塊要好吧 那我就只好幫你先 這樣子保留下來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對不對 所以你要記得選取工具 不是單一個使用的 有些時候可能這個時候用這個工具比較好 有時候用那個工具比較方便 你可以混搭 可以混搭 你不用那麼專情 好嗎 你就像這樣 我就把你框起來 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 如果你覺得 嗯 就是我一定要 這邊也要這邊也要的 一點都不能放棄的 你就像這樣把框起來也是OK的 好 就是你只要能夠框得到 框得到都可以 好 好那麼現在呢 如果你這邊已經做得差不多 好我就把這邊大略的 喔這裡這個就比較沒問題 我就可以搭配這種工具來做啦 對不對 好 好 這裡大一點大一點大一點 搭配 套索工具 記得 我們剛剛如果要加選按住Shift 你如果沒有 按加選你直接用套索工具 他就會怎麼樣 你剛剛選的就不算了 就取消了嘛 就每一個都是獨立的 好這邊太多了 我就從這邊剪掉 這邊不夠 我就從這邊加回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感受一下 平常 我們怎麼樣去使用這個工具的 真的 這些工具就是 你看起來好像 套索啦 矩形方形 好像也不常用 但是 就是可以在 你需要的時候 偶爾用他一下就好 那不管你用怎麼樣 大概把它選好之後 還記得我們剛剛講 只要是選取範圍 上面是不是有一個叫調整邊緣 我們今天的重點 就是要利用調整邊緣 來幫你把那個 毛毛的地方 去乾淨 好去乾淨 所以你把它按進去 如果你已經選好了 你把它按一下 按進來 好你進到這邊了對不對 現在大家都進來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這邊了 好 我們剛剛這裡 是不是有這個東西 你可以換一下黑底 換一下不同的底 你知道為什麼要有不同的底嗎 因為 你的 前景顏色會有不一樣嗎 我搭白色的 你比較沒有感覺 對不對 可是你看一下我搭黑色的 你有沒有發現剛做的很遜 呵呵呵 對不對 齁這樣子 可以拿出去看嗎 不行 除非你的底是要白色的 那我就沒關係 對不對 可是我底如果 搭配其他顏色就完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來用左手邊這個工具啦 這支筆要拿出來了 你看 你看這裡有兩支筆有沒有 一個是筆一個是橡皮擦 那這個橡皮擦並不是你想像中那個橡皮擦 他是用來擦 這支筆劃下來的 這樣你可能不太容易了解的意思 沒關係 來 我先用這支筆 好不好 你看我現在點到這支筆 你來這裡 你來告訴他 告訴他什麼 這裡喔 啊這裡 這個地方有沒有放大一點 一樣喔 Ctrl加 不是 Alt加滾輪 放大一點 你看這個地方是不是不OK 對不對 那你這裡的話 你就告訴他 你這裡幫我做得不好 那你的那個 大小你可以調喔 有沒有 接根路 接根路 可以調 我就告訴他 你這裡幫我做得不好 我幫你塗一塗 你有沒有覺得他有幫我在做什麼事情 記得喔 塗在哪裡 塗在不清楚的地方喔 是這裡是不是跟毛髮跟旁邊夾雜在一起不清楚的 這裡是清楚的喔 你不要塗在這裡喔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按住空白鍵 你按住空白鍵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脫衣下來 對不對 好你看這裡 我這裡 那你筆刷 要適當調整大小 你不要拿很大字來這邊刷 那你就要自找麻煩 所以我這個 不OK的我就縮小一點 好塗一下 有沒有 縮小一點 我來這邊 當然你從上面也可以啦 我也不反對 你從這邊也可以 好我就來這邊 塗一下 塗一下 萬一不小心在這裡刷下去 或在別的地方刷下去怎麼辦 這個橡皮擦 這就是我剛剛要講的 這個橡皮擦 是用來擦你 做錯的地方 這樣了解嗎 剛剛擦那支筆的那個 他不是把這個影像擦掉 是擦掉你剛剛做錯的那個地方 所以 這裡 按這個 你就把你不OK的刷一下 刷一下 刷一下 這個其實適合什麼 一般性的 一般性的 當然如果你真的很講究 像比如說你要賣洗髮精的 就不能用這種方法 就要用比較標準的 那種 色版的方式去去 但是如果一般性的產品 我們用這個 是還OK 就是 他可以讓 這些 比較混雜的 他可以幫我們做一些 去背的 效果 是還蠻不錯的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就在這邊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把它稍微放大了吧 你放大一點的時候你的筆刷 會調到更適合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麼做 我在外面很大比例之下 我隨便塗一塗 可能那個效果就不是那麼好 好所以你在這邊稍微幫他刷一下刷一下 你的那個毛髮 就會比較好 所以如果你想挑戰蒲公英的 你可以試看看 蒲公英請問要毛髮要 那個筆刷大還是小 你覺得呢 蒲公英是要大還是小 這個筆刷 筆刷是要大的 因為蒲公英是不清楚的地方比較多 對不對 他因為 像我們這毛髮是只有旁邊一點點嘛 所以他是用小的 但是蒲公英那一張你就要用大的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 聖詞一點 等到你做的差不多了 因為今天最重要就是你要會這些選取的工具啦 他可以幫助你把邊緣處理的比較好 好我用的差不多 有沒有這樣 對不對 你也可以看一下 不同的 你看旁邊那個毛有沒有出來 有了解那個感覺了嗎 像這樣子 你看一下 跟透明的底搭看看 跟不同的顏色搭看看 你就可以知道說到底去的 當然 除了用這個工具以外 你不要忘記我們剛剛有沒有用這些東西 也有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 如果說你想要再把他邊緣再調整一下 讓他去的更乾淨一點 你可以加上一些 他會把邊緣再處理好 好那你如果有 這個你要再縮進來一點也可以 這樣他旁邊就會再更少一點 這樣清楚了 最後 你可以看要不要淨化顏色 所謂的淨化顏色就是我現在如果這個做好的他只是一個選取範圍 你看我按確定 是不是一個選取範圍 如果呢 你不要 只是選取範圍 我可以把他告訴他 你待會呢 就幫我變成一個新的塗層而且使用塗層折色片 你們有沒有用 會不會用塗層折色片 老師有沒有教過塗層折色片 應該有 但是還給老師而已 你可以去老師的 有借有還再借不難 去他的銀行帳戶把他提出來一下 哈哈哈 好你看我用一個這個 我按確定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叫做塗層折色片 這樣有什麼好處 圓圖有沒有保留下來 我沒有去動到破壞他 這裡 也是圓圖 那我只是利用遮罩 讓這個變透明 那麼我們 在做 不管你做任何的 案子也好 還是你的作品 一個很重要的 保留圓圖 因為 如果原子 原子打案破壞掉了 你就沒有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方式 萬一真的 你發現說 客人告訴你 不好意思 我這個毛 就是要生在這裡 沒關係 你就來這裡 你就告訴他 不然這樣 我幫你塗回來 因為我的原土還在啊 我只是調整他 各位知道塗層折色片要做什麼 決定透明度 對不對 決定透明度 所以呢 我們利用什麼 白色 不透明 黑色變透明 那你知道 這些毛毛 毛毛蟲的地方 毛絨絨的地方 是什麼 就是灰色 灰色就變半透明 那這個東西 跟我們剛剛有一個東西 是有相關的 叫色板 有沒有發現 因為其實塗層折色片 它的原理就是拿 色板 來做處理 所以色板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我們剛剛沒有把選舉區儲存下來 有沒有 我把選好的範圍 不是把它儲存起來嗎 這是色板 第二個 色板還可以決定透明度 這樣 有沒有了解了 所以 你如果今天 啊我糟糕我想要把 把剛剛的那個選舉範圍再叫出來 怎麼叫 這樣啊 Ctrl按著 我現在有沒有按住Ctrl 點這裡 沒有 Alt Ctrl按著 有沒有 Ctrl按著點這個 塗層折色片 有沒有又回來了 好 那這個時候你又可以再進到這裡面來 如果你真的還要調整 是不是就可以再回來 就可以再回來 不過一個前提喔 什麼前提 一定要第一個 你要選到一個範圍 你要選到一個範圍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你必須在選取工具 才會有這個東西 任一個選取工具 請問 那既然講任一個 請問這裡 其實我昨天是把那個水塘測驗拿掉了 我平常上課有時候會來個水塘測驗 你用這個 這叫移動工具對不對 移動工具有沒有那個 沒有 因為移動工具不是選取工具 這樣了解嗎 你看這個是選取工具 這個是選取 這個是選取 這個也是選取 但是他就沒有 有沒有 他算裁切的工具 這個也沒有 所以 只有這些所謂的選取工具 他才有 這個選項 所以你進到別的地方 你看我進到別的 有沒有都不見了 這樣特別留意一下 這樣會不會做 毛髮的去背了 你可以試看看 那最後補充一個 網站給各位 在這裡 所以我剛剛有一直問大家有沒有問題嗎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沒有嗎 所以來這邊 給你一個關鍵字 好嗎 這樣知道有沒有問題了吧 沒問題嗎 這個網站鼓勵各位來看一看 因為他上面呢有很多 包括各位的軟體的影像處理的有沒有 Photoshop 他有很多去背的 然後包括攝影的 他都有 還有網頁的也有 有沒有網頁的 他也很認真 那麼攝影的部分呢 我是覺得他真的 不簡單了 他也有出過 那個 書 那麼 攝影 你看他 即使用他 用手機拍 他真的認真的 他就把這個圖 這樣拍好 先給你看 然後呢 再打燈之後 變成怎麼樣 然後再補一盞燈之後又變怎樣 欸這要不要花時間 要啊 對不對 所以他有出一本書是 這個 後來就沒有再出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他真的很認真在做 那Photoshop這邊呢 他也有提供 像Photoshop的 他有提供很多的 包括後製合成 有沒有 去背的技法 你可以在這邊找到更多 這樣了解 人家很認真的銷 我們當然要認真的學 OK